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12月底在南科Five18厂,举行了三奈米量产机扩厂典礼,代表着其正式进入三奈米制程世代。 台积电最新的三奈米等先进制程晶片,在积极生产过程要求合作伙伴或供应商符合节能标准,目标2030年前必须节能20%,若达不到标准,未来可能就拿不到订单。 因此,台积电每年都针对符合其绿色供应链的节能、减碳、节水、污染防治与循环经济价值的供应商进行表扬。 台积电通过积极制定减碳方案,宣示2050年要完成零碳排放的目标。 阶段性目标包含2050年全球运营据点预计100%采用再生能源,并要求合作伙伴或供应商符合节能标准。 其中,专注自主研发及制造半导体与显示器应用的化学材料供应商吸应材,近日就获得台积电颁发。 供应商节能减碳辅导项目肯定。 西英才针对运营十余年的桃园龙坛厂执行全方位总体检,除了部分老旧设备以专家建议通过新建工程全部优化完毕, 其余的运营系统经专家评判管理良好。 西英才董事长表示,西英才在ESG环保方面的努力,获得客户台积电的肯定, 未来将更积极推动各项减碳措施,持续为地球环境,为台湾这块土地克尽心力, 尤其持续推动节能以达到政府及客户的减碳目标,为材料公司永续发展,刻不容缓的责任。 不过,台积电罕见举办三奈米量产典礼,业界认为是其力图消弥杂音与提振气势。 然,据半导体业者透露,2023年手机试矿与重厂营运持续溜滑梯, 台积电手机驾动滤沽将出现显著崩跌,客户寄放库存Wafer Bank堆放已达新高。 今年下半年,半导体供应链行情反转,上游厂商逐渐受到了波及。 由于受到消费市场低迷的冲击,诸如显示卡、智慧型手机和存储设备的销量下滑,同时库存水平高涨。 作为半导体供应链顶端的龙头企业,台积电也难免受到了影响,不断传出客户延迟或削减订单的消息。 据Digitimes报道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,半导体库存在2022年第三季度达到高峰,第四季度开始修正,一直持续到2023年上半年,产能利用率要等到2023年下半年才会全面回升。 对此有厂商表示,半导体产业链最后防线已突破。 2023年上半将面临严峻的库存修正与业绩东低挑战。 半导体业者表示,半导体产业毕竟于两年罕见盛事后,业绩提前开始崩跌,多家大厂多预期明年第二季库存修化可告一段落,在新品带动下,需求有机会,缓步回升。 而台积电预测则则较为保守,预期半导体库存修化将至2023年中。 值得注意的是,尽管近期中国高层态度大转弯,全面大解锋,但中国经济内需数据内仍然渐复苏。 且目前,欧美多国经济低迷,终端消费力道持续疲弱,因此上下游供应链看法反而更为保守。 目前多认为,2023年第四季,甚至是2024年供需才会好转。 半导体业者进一步指出,由于需求迅速衰减,多家IC设计业者第三季起开始修正订单,景气大跌超乎预期下,砍单力道不得不增强,甚至认赔毁约,将损失降至最低,原本只砍向二线晶圆代工厂的大刀。 第四季不得不挥向台积电,调整2023年订单。 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,消息人士称,预计台积电2023年的业绩,将反映出期前时大客户削减订单,导致的高库存和低市场需求。 面对前时大客户期刊单,尤其是联发科、AMD、英特尔与辉达等大厂,估计台积电营运表现将在2023年第一季,整体产能利用率预料将出现明显回落。 预计7奈米和6奈米的产能利用率将降至50%,2022年第三季度满载的5奈米、4奈米、28奈米的产能利用率也有望大幅放宽。 即苹果、高通、AMD等砍掉消费电子相关晶片订单后,亚马逊、META甚至也削减了伺服器、数据中心相关晶片订单,这些负面动作将传导给主力晶片制造的台积电身上。 据外媒报道,科技巨头META日前相继暂停了位于德克萨斯州、爱达河州等多地的数据中心专案,并取消了在丹麦的新数据中心建设计划。 META方面表示此举是为了,针对AI工作负载重新设计这些专案,但考虑到其中不少项目在今年才正式开工建设,因此重新设计仍然显得极为突然。 META公司11月才宣布将裁员1.1万名员工,约占其全部员工总数的13%,原因是经济状况恶化,苹果对其商业模式的影响,以及向元宇宙的转型尚未成功。 另据台湾晶片供应链业者爆料,除了最近META与Amazon都大幅减少了伺服器与数据中心订单,相关的半导体厂商挥达,AMD都减少2023订单数量,预计也将影响台积电。 在这种背景下,由于众多客户砍单、延后拉货与毁约等陆续发生,台积电也与客户进行条件协商,除了接受赔款外,也愿意接受大客户换约或长约承诺,使得Wafer Bank对放已达新高。 初估手机营收将剂减15%,若非2023年再涨6%,营收跌幅恐扩大。 半导体业者指出,手机、PC等消费性电子库存趋化相当缓慢,而网通、伺服器与车用需求成长力道也不如预期强劲,估计手机将是全球半导体产业低点,第二季谷底回升不多。 台积电已我有先进制程技术优势,几乎拿下所有大客户订单,受惠苹果等大厂新品按既定计划推出,7奈米以下比重拉升与涨价效应带动下,营运渴望率先谈升,且下半年客户供应链陆续启动库存回补,全年营运仍可保持增长,但能否实现CAGR15%至20%目标,阻力恐不小。 另一方面,台积电罕见在南科518晶圆厂,举行3奈米量产计扩厂典礼,宣告正式进入3奈米制程世代之外,消弥杂役意图明显。 然,据半导体业者表示,向来低调的台积电举行量产典礼,确实是消除外界看衰生浪与三星电子弯道超车的可能性。 事实上,N3进度确实落后且量产规模甚小,真正放量时间点将会是2023年中进入增强版3奈米的N3E世代,其主力客户为苹果。 而由于另一大客户英特尔,平台与制程蓝图有所更动并延迟,其他客户也因全球供需反转,计划也有所修正。 2023年N3家族驾动率,出货爬升都较预期落后。 另外,此前供应链人士透露,台积电已经看到多家客户削减了明年的订单,但仍打算坚持其2023年的提价计划,预计报价将提高约6%。 为达成长期毛利率53%的目标,加上持续通膨,预期台积电高报价可能延续更长时间。 尽管如此,但外资认为,台积电为了应对客户需求,持续在全球各地展开多区域产能布局,成本压力势必加大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